大家都知道要去除水的雜汁才可以喝 但是過濾水的過程要做些什麼呢? 等我去看一下過程先 原來過濾天然水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首先要將天然水通過隔網去除較大的固體 然後在天然水加一名攀再澄清池進行沉積 沉積完後會去到過濾池去除浮在水面的固體雜汁 為了更一步的清潔會加入鹿殺死微生物 最後一步就是加入固化物防止蛀牙 然後就得到乾淨的水但是不可以飲用 因為自來水經喉管輸送時可能會受微生物污染 為了謹慎而言一定要將自來水煮佛了才可以飲用 然後鏡榜 就把雜gie燒掉